出客家妹當總統的蔡英文 在藍營票倉 同樣受到熱烈的歡迎 無黨籍頭份政長 也現身力挺蔡英文 他說過去苗栗被視為無法改變的地方 但現在真的不一樣了 看到蔡英文大進場 苗栗鄉親奮力幾鍋 重重互衛人力 就只是為了和蔡英文握手 還有人擠到跌倒 不只台下有上萬支持者力挺 台上還有兩位神秘嘉賓 蔡英文就是我們無黨籍的 我們投奮政的政長 我們的許定真是政長 送上重子代表著 我們蔡英文輸家權高票當選 無黨籍的議員 來源順來源 要送上派頭 無黨籍民代公開現身力挺 其中頭份政長徐定貞 上禮拜才和馬總統同臺 即便苗栗被視為藍營大票倉 但蔡英文仍然很有信心 以前很多人說 苗栗是一個民進黨永遠沒有辦法改變的地方 但是我感覺到苗栗讓民進黨感覺很不一樣 讓我們覺得只要親近人民 只要親近人民的感受 哪裡我們都去得了 哪裡我們都進得去 我們現在就在苗栗了 就連馬總統年年去祭祖的馬家莊 都有人舉著馬家莊請蔡英文當總統的布條 蔡英文痛批 馬政府沒照顧苗栗人 大埔事件替我們做了什麼 除了讓我們在大埔事件的傷心跟無奈之外 這個政府替我們做了什麼沒有啊 有沒有 大埔事件是對於我們 對於土地權益的一種蔑視 對於我們農民權益的一種藐視 我爸爸在場今天啊 他家裡收到一封陳武雄給他的信啊 說你領老紅年金啊 現在可以領七千塊 現在可以領八千 可以領九千 可以甚至領到一萬 我講笑死人喔 小英說要加一千塊到七千塊的時候 國民黨黨團全部表決不同意 只願意加三百十六塊 但後來看到選情急了 他就加一千塊 這個工來他要把他算到他的頭上去 你看臉皮會不會啊 會不會騙啊 訴求民進黨才會照顧農民 選前關鍵時刻 艱困的客家選區 綠營極力搶攻 民視新闻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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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